11号和12号,山西多地接连出现局地短时强降水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。 昨天,阳泉市遭遇冰雹袭击。从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,伴随着降雨,冰雹从天而降,短时间内地上就密密麻麻铺了一层,冰雹还导致一些车辆受损。 此外,近城市局地也出现短时强降水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 西洋部门预计,本周,山西中南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繁,提醒公众注意防范。